这空调 他说两三年之前冲过一次浮凉 现在又不冷了 不是太冷 现在也冷 但是因为他美国人要求的 他要求是70度 所以现在72 你看他让我给他check一下 我72应该可以了 你看但是这个你看 这边的话他挡风 因为风是从这个四面进去 然后出来 你现在这边挡住了之后 你看 所以往下挡 而且他那个谁给他装的时候 那个立墙又太近了 然后这边也挡住了 现在只有这两面分好一点 那都不行 所以我给他看着一下 他拿工具去了 谁给他装的一个你看 立墙那么近 然后这少于90度一个不 你看这立墙太近了 这应该向外挡一下 然后不用那么 那么一个小的一个 你看这个 这应该空调应该是应该是正常的 应该正常的 摸一下特别凉 我测一下 我凉了一下 他这个稍微一点高 稍微一点高 这个CWK的现在是20 19.6 我给他充点 就是稍微加一点 他说两年之前充过 稍微给他加一点 OK 现在充了大约有一磅半 大概一磅半 然后呢 这个压力 基本上不怎么上了 然后 看来主要是脏 主要是脏 然后 他不能 我看到一下 这个是 三吨的一个空调 不能焊到 可能那么 那么多的热量 因为他里面 他已经是 在说 降70 这几天是 是高温 这几天是高温 然后呢 我刚才看了一下 这个特别脏 你看 看到没有 就block 就block 然后 别装东西 然后会影响到散热 我给他洗一下 你看 然后那是装东西 就粘到 粘到表面 看到没有 那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ok 我给他洗一下 就冲一磅磅吧 那这个 主要是那个热 热 给它散出来 你看 ok 我给它打开 打开 给它 给它弄一下 你看 这个压力冲了一磅磅 进去 压力基本上 就升了一点点 看来它又不能 焊到能 能够多的热量 哈哈 这个我给它洗一下 打开洗一下 这个上面 这个比较矮 然后呢 这个风机比较大 所以呢 我就从上面打开 打开这个 用水龙头 这样往 往外吃 往外吃 这个不是很脏 你看这个 特别小一个压手机 特别小 实际的才是多少个 才是29 29k 29k的话 就是 多少 这两 那个 两吨多一点 两吨多一点 但是呢 它上面标的是 是三吨 你家说 鸡呢 其实还不到三吨 因为它这个 就是通过这个 散热 好的散热 然后呢 就是 就是 就能打到 那个三吨的效果 ok 我现在给它冲一下 看它自己的 那个水龙头 因为它这个不是很脏 我就给它冲一下就行了 不用打开外面 主要是灰 主要是灰 你看 我这样一冲过来 这个你看 你看那个泥水 这都是泥水 可能这个 为对方 放入在前头 这都是泥水 你看泥水 你看泥水 下来的 你看你割草的时候 最好把空调关一下 你看 吃出来好多那个 草渣子 好多草渣子 所以呢 你 你要吃那个什么 你的那个 这个草渣子 没有那个 没有收草的那个功能 你就把空调关一下 因为 草渣子会 会吸上 会吸到外面来 你看 吃着好多这个 吃着好多这个草渣子 看 哇 又下雨了 又下雨了 马上下雨了 OK 赶快给它盖上 现在一下子又飞下来了 藤状物都涨到里面去了 看 都涨到里面去了 哇 好了 马上就下雨了 好了 那树枝就 这个在烤掉了 你看这周围就好了 看我人家 现在已经开始下雨了 还有一些 我们冲太干净 已经开始下雨了 哇 可以下了 可以下了 可以下雨了 哇 哎呀我真请拿走 哇 雨下的非常大 雨下的非常大 你看 哇 走 走 看这就是 雷尔娜的天气 雷尔娜的天气 说下雨就下雨 一个 哇 你听这个伞 这个雷的声音 它是在不同的地方 然后在一边响了之后 又响到另外一边去了 哇 这就是雷尔娜 它也差 然后你正修着空调呢 可能正装着空调呢 然后它就什么了 你看它正装着呢 你就装到一半 然后进去 你得停下来 哇 你看 看到没有 刚才那个闪 我这地儿还不太熟 我要打上我的GPS 我这地儿还不太熟了 好啊 我这地儿还不太熟了 我这地儿还不太熟了 就能打上我的GPS 我这地儿还不太熟了 是什么 我这地儿还不太熟了 就是它整理了 坑派 这地儿还不太熟了 我也不太熟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